昨晚大约吃饭时间左右 真的彈出了新闻,挺震撼的 利物浦领队高普的宣布 应该不说是官方宣布 他们的领队高普教了今季 今季完结后就会离队 大家有没有想过震撼的程度? 其实高普是没有记错 连续约没多久 大约上季左右才连续约 而很多次,无论是特别 尤其是当德国国家队要换税 拜仁又换税 总之关于这些事件之后 高普似乎接班的大热门 认为计日文宣 问他时,他也说 现阶段只要在利物浦里面 还有合约 他不希望在合约完结之前离开 所以很多利物就订心远了 想着高普应该不太快离开 谁知道 现在这个时间 你想想一月或一月尾的时间 才是一月尾 就已经宣布 交上今季就离队了 高普就离队之后 会怎样呢? 不知道 但是这个新闻绝对震撼 不是只是利物浦球迷觉得震惊 而是所有关于英超的球迷 甚至乎 关于欧洲足球的球迷 都会觉得 哇 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其实与此同时 除了高普离任之外 而他的教练团队也会随职 以及他一起都会离队 即是今季之后 所有人都不换了 即是教练团包括他那些助教 那些什么 隆文教练 隆文教练有没有份呢? 总之是 他一连串整个教练团 包括助教、连达斯等等 都会离开的 就是 说明了 然后 原来除了高普之外 以及他的教练团队之外 除了宣布了这个消息之后 又会再走多了 他们的体育总监 舒马迪克 亦宣布在1月的转会枪结束之后 就离队了 还说这个更早 舒马迪克决定离开之后就说 利物坡是一间很特别的球会 对他来说 能够在这里做事是一个非常大的 荣幸 虽然一开始就知道 在这里只会是工作一段很短的时间 他也想 很感谢所有人包括班主 领队 所有的 员工球员 和球迷 给他的支持 足球都在如下 球季如下时间 一切顺利 其实舒马迪克 在去年夏天 即是今季的季初 季前才加盟 才加盟 即是去年夏天 元季之后 5月 过往舒马迪克 在科隆 汉诺威 和夫斯堡 等德甲球队 做过这个体育总监 去年5月 接替了 在利物浦 已经超过了10年 和特出任 这个体育总监 当时有指 他因为跟高普关系密切 所以 想着请和高普关系密切的人 就 重建球队的重任 不过 不少的 利物浦球迷都知道 熟知内部也知道 其实舒马迪克 一直以来 都只是 短期合约 去做 不断短期合约 就算他5月来到 其实他签了3个月 去到8月 下季转会枪结束之后 其实 已经是完弱的 只不过 看表现和大家合不合 才再决定 8月之后 觉得大家都可以了 继续续续续续 续续续续续 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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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联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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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是不是利物浦球迷的所满意呢? 但是你看到这些位置越来越重要 高普离开也引发到 当然也会有接任人选的 高普离开再回顾高普来到利物浦 他的重要性和未来的影响 还有未来有什么会接班人的人选呢? 今集给大家看看 开始这条片之前 欢迎大家进来的朋友 麻烦帮忙订阅和分享这条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订阅了之余 也希望大家分享出去 还可以在下面留言 准管留下留言 看完这条片喜欢的麻烦 下面按个like 谢谢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正所谓痴呐线做齐了 因为增加YouTube推播机会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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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情要说三次 没办法 YouTube要看Nearling的reaction 才看 YouTube的演算法 就要看这些了 就要做回足这些 才增加推播机会 也会继续有录播节目 也会有直播节目 每个weekend 没有事没有干 也会继续跟大家开直播 陪大家一起看一波 也是今集英超为主 也是今集英超为主 同时有欧联开 周中也会有欧联 如果周中有英超 也要看起码 看时间 看状态 但是越来越晚 这些 无论是录播节目下面 留下留言 也好 还是直播节目 进来想和我 或者一群网友 叫我吹吹吹吹 聊聊聊天 聊聊聊聊聊聊天 也好 希望大家都以礼相对互相注重 不要进来 纯粹为发泄 为朝鸡 不知做什么 堵乱那些 就无谓了 好吗 大家都明白了 好吗 再继续PATCHERK罗宇导的IG 希望大家可以追踪 影片下方的视频下方有连续 按进去追踪 直接自己上IG 索性 接着PATCHERK罗宇导 接着进去追踪 追踪追踪 什么方法也好 追踪追踪 希望大家可以追踪 Thank you Gopro 随即宣布了他的决定 同时也上了一条影片 就是他的访问 就是他的访问 就是他自己也解释了个决定 严格来说 他也说 当大家第一次听到他的消息 应该相信很多人都会很震惊 那当然是吧 但是他又试着解释 他说 绝对很喜欢这间球会的一切 喜欢这座城市 也喜欢我们的球迷 他说 很爱这支球队 他也讨厌 也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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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仍然做出这个决定 因为他 确讯他现在是这个必须要做的决定 说到是必须要的 他说 最主要是什么 他的精力耗尽 用一个形容词叫做 Running out of energy 他说 现在没问题 他说 因为他早就知道 他必须要在某个时间宣布这一点 但是他知道 不能够一次又一次去做这些工作 在他们一起度过了这么多年以来 一起度过了这些时间 经历过所有事情 对球迷的尊重 和爱与日俱真 他觉得他欠球迷最少是事实 这是真相 他说 其实在11月的时间 已经把他的决定 告诉球迷了 或者他所做的工作 在很多人看来 都是在边线 或者是在训练之类的事情 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围着这些事情发生的 所以他说 意味着一个球季开始 就已经是围着下一个球季 去做决定 做所有的决定 不是做决定 即是他已经做好计划了 已经做好计划了 他说 当他和球会一起讨论 谈谈合约、签约的时间 潜在的签约 一些转会的问题 或者想看看他签哪个球员 即是下一个夏天去哪里 训练去哪里 或者可以去哪里 做决前赛 他就想到了 如果到时我不在 我也不肯定我之后再在的时间 那会如何呢 会不会影响到呢 其实他说 对这件事也觉得很驚喜 很驚喜 因为当他 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间 他真的觉得自己没有想过 我什么时候会走呢 所以 他也说 其实开始 在上季 是一个很困难的球季 有些时候 其他球会的高层 可能会做出一个决定 是什么呢 就会跟你说 非常感谢你做的一切 但是 现在可能要分手 在这里结束 但是 在这间球会 也没有发生过 他说 对他来说 能够帮利物浦重回正位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亦都是他现在的目标 所上的一切 其实他说 很早就已经意识到 即是他离开这件事 就是 因为利物浦有一支 很优秀的球队 有很巨大的潜力 有很多 很有潜质的 天才 年轻 才俊 球员 也有很多球星 所以他就开始了 即是要重新考虑自己 这个结果 这些不是他想做的事 只不过这些是他百分百 觉得正确的事 即是他离开 不是他想 但是他觉得 是百分百正确的意思 好了 说到这里 究竟 说来说去 高普说了原因就是 Running out of energy 即是心力交水 高普 2015年10月8日开始 正式成为利物浦的领队 当时他接替了被炒的罗渣士 接着就来到利物浦 老实说 高普那时候 在之前的球季 刚刚结束之后 就离开了 教了几年的多蒙特 也可以说 离开了当时 令到他上了 执教生涯 第一个高峰的多蒙特 其实当时高普已经起了 多蒙特 虽然在他执教的后期 特别最后那季 那个成绩 多蒙特的跌窩 大跌窩 来的 更加是 头半季更加是 跌到到这个护级船窩 但是逐渐都上回来 之后 但是高普那个明星的能力 绝对没有人怀疑 没有人这么怀疑 只不过真的好 来到利物浦 真是一间大球会 历史背景 雄厚的大球会 其实来到最初 大家都有点懷疑 高普能不能来到利物浦 利物浦令到每个人都很特别 因为大压力 未必能做得长 能不能 还有当时人脚 合不合他的踢法 因为高普 惯常在葛多蒙特 已经证明了他的踢法 他一来到利物浦上任的时间 会采用他本身最擅长的 Heavy Metal 高位压迫的踢法 疯狂逼抢 来到最初初期 利物浦真的比较飘忽 比较飘忽 这套球好看 但是球员的表现 保持水準 就不稳定 一来就可能 对于新的踢法的领略 有不同的程度 对于保留的体力 和状态的流放 也不太习惯 所以高普 是用了几年的时间 去执行阵容 不断执行 每季逐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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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最后就靠着一套阵容 特别是他前面的三叉击 埃及文明的三叉击 沙拿文尼和发明卢 终于砌到了 砌出来之后 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球队 特别是埃及文明的三叉击 可以说是令很多很多 令一众的英超 欧洲球队都闻风喪胆的风扇 进攻组合 这个组合和整支球队的配搭 加上之后就签到雲迪克过来 还有艾利神 最重要是艾利神 然后就雲迪克过来 好了 先看看雲迪克 再加上一众很多不同的球员 可以说是这一套 令一众奠定了令一众开始 去问鼎冠军的阵容 先在19年 便成功取得欧联冠军 即是继05年之后再次奪得欧联冠军 亦都是高普执教生涯 是第一个取得欧联冠军 接下来是 其实很多利物浦球 是最识怀的一季 因为他们终于取得了 就是这个联赛冠军 英超冠军 即是踏入英超期间 英超时代 这是他们第一个联赛冠军 第一个英超冠军 如果是顶级联赛 这个已经等了30年的冠军 即是计90年之后 再一次奪得定级联军 哇 这个真是 是很多利物浦球迷最识怀的 可以说 等了很久了 高普 你能看到 高普 直到现在 这一刻 466 赢了283 赢了7个冠军 得胜率 是60.7% 60.7% 如果你说得胜率 是利物浦历里 胜率最高的主税 哇 真是 那 其实呢 和高普 有什么 调了这么久 其实去到上一季 利物浦只得到第五 才是他领军以来 即是 调了利物浦以来 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 跌出前四 第一次跌出前四 就是上年 所以高普 即是在利物浦執格 绝对成功 成功 那几个杯 譬如有足总杯 基本上赢了 欧联 欧洲超骨杯 世冠杯 英超联赛杯 足总杯 这些都赢了 所以高普 在利物浦 绝对称得上 是一个成功的领队 就算你说他 今季最终落不了冠军 而他的离开 绝对无陷 真是无陷 绝对值得利物浦球迷 对他的尊重 和尊重 和尊重 好了 高普 最主要他 就是迫抢的战术 和主动的踢法 这些球是好看的 让利物浦的球更加 保持一个很高的速率 赶球就是在前场迫抢 反抢 要在最短的时间 拿回球 再利用速度 压进攻 为何总是对着你的抱 就算你死守 也好 其实很辛苦 看得到 因为他不断压前 不断压前 就是他不断压前 逼你犯错 而他的球 不断向前压 老实说他不是要和你花拳受腿 而是用速度 用效率 不断将这球 向前 队 无论以前多蒙特 还是现在的利物浦 都是和你 当然有点微调 有些位置 但是 你看到他仍然贯彻着 他那种Heavy Metal的踢法 就是这样 好了 现在高普 宣布离队 随即 很多人都已经说 会不会又如何如何 之后有些什么接任的人选 当然 有些各大博彩公司已经开了赔率 如果要大热门 现在带着利华古迅 在德甲领先 摇摇领先 吃着敗人的 前礼物浦中场 沙比亚朗素 这是大热门 沙比亦是其中一个 可以说是很多利物浦球迷都希望 会不会是他接任呢 但记住同时间 亦是黄马 都在抗住他 虽然 现在刚刚和肥安俗了约 似乎沙比也不会 那么快回去 对于利物浦来说 因为也有很大希望 似乎下跪 但是沙比会不会是一个 首先 第一 沙比 即是叫做 其实调波不是很久 调波不是很久 叫做 没记错 好像是常规 开始 就带利华古迅 真正一队 还要是中途接任 好像没记错 接着呢 今季 平地一声雷 但是 又是那些 少帅 经验 未知会很充足 如果现在这个时间 来到利物浦 是否可以呢 是一个赌博 无论对他自己和球会 都是一个赌博 分分钟他因为这样 赌上自己的前途 如果有什么 如果有什么 衣浦的话 随时玩完 对吧 以前有一个 给你看到 叫做韦拿斯普瓦斯 所以沙比 老实说 如果是 未必是 一个最佳人选 其实沙比的话 最好在利华再浸多季 无论今季是否得到冠军 也好 再浸多季才是最好的 时间 接着是什么 白礼顿的迪沙比 迪沙比 教白礼顿之后 就有声有息 赢尽掌声 白礼顿是什么人脚 可以让他带到 踢足球的尸 禁尸尸入扣 可以完全贯着那种 比起哥迪奥拿的Tiki Taka 更加巨侵律性的足球 迪沙比 连哥迪奥拿之前也说 迪沙比 就是下一任的万城领队 可以说到说 那当然 你说下一任的万城领队 人家也没有答应过 那只是你吹而已 迪沙比 迪沙比 四叻满 如果在利物浦和尸 教训的话 不是没可能的 其实正确教训 但会不会走呢? 白礼顿会那么轻易放侵人 暂着第三叻满 反而是连达斯 现在高普的副手 连达斯 也有机会的 如果高普跟他的拒接,就是将变动减到最低. 如果他真的教教,如果他保留教练团队,大部份人也就将变动减到最低了 不过,又这样说,座教,从阿尔升上阿一成功例子都有 但失败例子也不少,有些人注定了只是做阿尔的 去到做带的时间 就不成小的 连大师是否这个呢?不知道 所以还是一个评论来的 然后就是拿高市民、安力基、奥普 应该只有一个全字 神奇队长 前女卫普 第五热门的 这个就是主观愿望 应该相信很多利迷的主观愿望 希望她好来好去 你又普出身回来又普教 那就最好了 不然大胜了 这位教堂怎么看 大家有目共睹 她在沙地似乎也不太能证明自己 那是否真的叫她回来教 嗯 自己想想 当然了 现在仍然是言之上早 当然其他也有很多人 就算是罗渣士 甚至是爹地 那些 稻草都只是催子 就是 随便是东拼西拼 就叫她抽出名单 给你去买 那些 其实最主要就是 刚才那几个 反而似乎是合理的 如果是的话 接近一点 不过也是那句 接任人选 真的似乎要过一段时间 首先 李物浦相信应该是自从11月高宝和他说过决定之后 和球会说完之后 就应该开始在找人了 应该没那么快会公布着 今季呢 其实李物浦已经在欠冠军 现在在叫四票 联赛杯、足总杯、英超、欧伯 欧伯 在叫这四票 联赛杯进了决赛 对吧 足总杯也进了第四圈 赢了淘汰了阿仙奴 第三圈的时候 就进了第四圈 联赛 哇 还在坐绑手 和曼城 在一起 曼城又追上来 欧伯就轻松松 已经手名出线 所以 李物浦今季的势也挺好的 老实说 当高普说 今季不教 其实 有些人会觉得 会不会影响到 李物浦球员的士气呢 个人就觉得未必 反而还会增加加 加强了士气 喂 为了阿袋 阿袋最后一季 当然死也死了 每人跑多一步 分分钟 士气真的更强了 所以现在 一开始我还说 应该万成了 但是我也有点动摇 觉得 李物浦很有机会 高普 无论如何 你都真的是 英超一个icon 来的了 用你的表现 最主要是 passion 虽然我不是李物浦球迷 但我挺欣赏高普 这个教练 从多蒙特开始 他最主要是 passion 和踢法 为球队提升 提高士气 和博取的 心态 真是背负他 好了 高普 接下来 他自己说了 应该 无论是国家队 还是球会 未来 离开后一年内 应该不会执行 先休息一下 但是 当然 很多人会觉得 高普 现在宣布离队 分分钟会不会 就是去接任国家队呢 特别 欧国杯之后 似乎 那高士文的位置 高普 会不会 那便拭目以待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 高普 迟早都会教德国 国家队 他自己也没有否认过任何东西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表现很痕 但是他也没有否认过 将来他也没有人知道 那 有些伏線 Anyway 高普 在利物浦球迷心目中 你的地位永远都不会磨灭 除非你转去什么 死敌 但是Anyway 你也不会 你永远是流入了 在利物浦的历史名册 也是 英超里面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 Icon 高普 无论是利物浦球迷也好 还是英超球迷也好 珍惜 真是高普每一场球 就是现在来说 宣布了 季美来了之后 看一场少一场 好 今集时间到这里 喜欢这一条片的朋友 麻烦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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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新节目和live 也会弹出来通知大家 所以我便可追踪Petual来远的IG 因为逢有新节目和live的预告 我会在IG上出post 也会上IG的story 好 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